在这一周我们了解到了很多信息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相信同学在开始课程学习的时候 都会对数据分析究竟是什么 数据分析师的工作会是什么样子 有或多或少的疑问 在一开始走进数据分析 和数据团队与数据分析师这两节 针对于这些可能的疑问进行了回答 在第一节我们用林彪的例子 讲解了数据分析的定义 然后用数据分析在电商行业的应用 和Capital One依靠数据点时成绩的例子 看到了数据分析的具体价值所在 接着我们区分了数据相关的三种职位 数据工程师 数据分析师 和机器学习算法工程师 理解了一个数据团队在不同阶段 在一个公司里面的定位 或所起到的作用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们还介绍了数据分析师的典型一篇 以及一个数据分析驱动的业务全流程实例 让同学对实际工作有更感性的认识 我们还介绍了数据分析师的典型一天 以及一个数据分析驱动的业务全流程的案例 让同学对实际工作有更感性的认识 接着的两节我们明确了数据分析师需要的能力 数据分析师的必备能力分为硬技能和软技能 我们对每一项具体技能在这里都有详细的描述 在不同阶段的数据分析师 也有一个从进行描述性分析 最终晋升到指导性分析的过程 与之相应 我们还了解了在互量公司中 数据分析师的职位晋升的路径 最后我们学习一些知识 以作为之后课程机器学习的基础 一方面我们了解了数据的不同形态 它们有表格数据 图像数据和声音数据等等 接着我们学习了数据变量的不同类型 最后数据分析工作流程告诉我们 现实中数据分析工作是如何的展开 在这里面我们用了一个线下零售商店的例子 给同学做了具体的说明 好 这就是第一周我们学习的所有内容 接下来让我们开始一步步 学习更多数据分析的技能和知识点 让我们一起努力 在课程最后争取通过刻骨认真的学习 掌握数据分析师的基本技能